好,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公布了103年的放假为114天 那么其中呢,最被民众关心的农历春节到底有几天呢? 这假期是将从1月底到2月初确定是可以放6天的假 那么此外包括像是228纪念日,儿童节,清明节,端午中秋以及国庆等节日 全部都是三天连续假期 迎接新年,倒数计时,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公布103年放假天数一共有114天 其中六大节日的五次连续假期,一定要记住这个口令,都休三天 农历春节恰恰好欣赏樱花开,但到底放假几天呢? 先来看农历过年从1月30号起跑,一路放到2月4号,确定过新年放假6天 再来,关心连续假期的一定要看 228和平纪念日搭配周休2日放3天 儿童节搭配清明节又刚好周休,所以放3天 6月份端午节也有周休,也放3天 9月份中秋节搭配周休,还是放3天 10月双十国庆一路休到周末,假期也是3天 想要放连续假期,机会得自己创造 103年一开始的元旦假期在星期三,这个尴尬的时间 不过只要提前请假两天,或者往后请假两天搭配周休2日 还是可以将5天连续假期偷渡到手 103年的114天假期拍板定案 6大节日的5次连续假期都放假3天 民众要变身游客旅行,这下可以开始安排规划了 记者王毅朝张俊栋的综合报道